加拿大一些公校教育局設立了不同形式的天才班,Gifted Program,用來培養天資過人的小孩,華人家長向來趨之若無。 但也有本地研究指出,小學入讀天才班和高中畢業時的成績是無關的,所謂的天才也純粹是家庭背景造就而成。 更有學者認為,有些能力比是不是天才更加重要。不禁令人深思,天才教育的意義在哪裡呢?我們想不想小孩去讀天才班呢? 時事加號特別請來兩位教育界人士和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第一位是西安大陸大學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終身教授,美國比教育國際教育學會會長李軍博士,他和我們解釋天才教育的意義。 華人社群裡面的天才教育,天才兒童的教育和在加拿大的這個Gifted Program,它有些什麼樣的區別? 它其實這個區別是有的。這個在加拿大這邊呢,一個它不是特別的highlight,因為加拿大是一個多元文化主義的國家和傳統。 而且是立法的,是從法律的形式把它規定的。就是說對所有的兒童都要平等對待。 那就不可以,那麼換句話說,你就不可以把某一個群體特別拿出來去怎麼怎麼樣。 但是呢,為什麼還要有Gifted Program呢? 因為它本身也是平等的一個體現。就是平等有兩個概念,我們通常說。 一個就是絕對的平等,就是我們比如說從收入或者是怎麼樣。 我們經常會說女性的同等的工作條件,女性的收入on average比男性的低,我們認為它是不平等的。 這個呢就是從絕對的概念上來說的是absolute concept of equity。 就是我們一定要都是絕對的平等,數字上也平等,是吧。我工作一個小時,你工作一個小時。 不管你是男人女人年紀大的還是年紀輕的,我們都應該得到同等的報酬。 這個通常的意義上講的。但是還有一個概念呢就是relative concept of equity。 就是有的人天生的他那些能力確實比較強。 那麼他們也應該得到這個被重視這個一個機會。這個機會呢可能就跟我們通常沒有這種天賦的人來說呢。 就好像是something additional。這個something additional,一個我們就是也是要對他們有一個同等的對待,就是他們天賦方面可能比常人高一點。 這是一個。第二個呢是for the sake of the society as a whole。 那什麼意思呢?就是他們天生有一些特長的東西。我們如果把他們叫孔子的話叫因才施教的話呢。 那麼讓他們將來培養出來,他們將來對社會做更大的貢獻。我們有這個期待。 那麼他們對社會呢有將來有更大的貢獻的話,那麼對我們的社會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是吧?從社會整體上來說。 所以呢我們就這個有一種belief的就認為這個investment呢是值得的。是嗎?是worth of the investment。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呢,它是一個relative concept of equity。 傳統上,中西方對天才教學的看法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華人相信就是孔子講的有教務類。有教務類講的是什麼意思呢? 講的實際上它的潛台詞,潛在的這個哲學的理念呢,是指每個人都是可以通過學習來取得成功的。 所以我們中國文化裡面這一點很重要的一個觀念就是每個人他都是可學習的,都是可受教育的。 也就是說相信他也能取得他的成功。那麼再加上中國的這個長的歷史傳統啊,比如說科技制度啊,學校制度啊等等,就形成了一個普通民眾都廣為接受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不管我的孩子是怎麼一個情況,我都願意通過教育讓他取得成功。 所以華人家庭呢,通常都願意,哪怕他吃的節省一點,穿的節省一點,用的節省一點。 他也願意把這個有限的資源呢,畫在孩子身上的一個道理,一個原因在這兒。 就是說他相信通過學習,他只要他願意能好好地學,家庭能夠提供條件,學校提供條件,每個孩子都能夠走向成功。 但是呢,西方的社會呢,你在加拿大你也知道的。 它是一個,就是說隨著400年左右的這個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後呢,他特別強調individualism。 就是你個體的成功,是你個體的事,也是你的自由,所以給你充分的自由,你去發展。 對吧?但是你發展好和不好,那也是你的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普遍的,在加拿大的大學,美國的大學,我們可以看到,就是中小學,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很多的孩子,就是說,在很多的時候呢,是給他一個,我們拿我們中國文化的概念說,叫做靠天收。 他願意學嗎?他願意讓他學,我們鼓勵他,我們給他提供錢。 他不願意學,不願意學也沒關係吧,反正還是小孩嘛,對吧? 給他一點點自由,他願意選擇玩這個,他就玩這個,玩那個就玩那個。 所以相對來說呢,本地的這個這個教育學校制度呢,對孩子比較寬鬆。 他的天性和他的個性是被尊重了。 但是呢,我們後天人為的那個push的那部分呢,就不太受重視。 這個就是體現出這個本地的gifted program和我們華人社群裡面講的這個天才教育的這個區別就出來了。 就是我們華人更會願意創造各種條件,不管他是天賦,是天才兒童,還不是天才兒童,他都願意去push。 如果是天才兒童,他更會去push。不是天才兒童,他也要去push。 那麼在加拿大本地呢,可能就不是這樣,是吧? 你是天才兒童,我們給你條件,對吧? 至於你是不是就把你的天賦都把它發揮出來,那也是你的事。 跟其他的兒童沒有區別,我們不把你當作什麼很特別的群體,對吧? 很多華人家長都希望把孩子送入天才班,你有什麼看法呢? 給小孩創造一些這種gifted program的機會,我認為是對的,這個沒有問題。 這本身就是我們符合我們作為一個educator,一個這種期待。 我們作為一個教師,一個教育的工作者,總是期待我們的孩子能夠得到更好的這種資源的支持, 讓他有更大的這個收穫,那麼將來對社會做更大的貢獻,是吧? 這個沒有任何問題的,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好的事情,是一個好的一個culture value。 但與此同時的時候呢,就是我覺得我們華人的家長可能要注意的是, 第一,進入gifted program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e kid will achieve better. 這個是兩個概念,different concept,是吧? 第二個呢,加拿大的這個這個社會文化環境是一個鼓勵多元文化的。 所以呢,更多的可能注重的是,作為一個人,他對社會的那種service, 和跟人打交道的那種能力。 你要為社會做service,provide community service的話, 你就需要你那個你的那種networking skills,是吧? 那種社會的情商,這個方面呢,可能不能放棄。 不能因為我把孩子送到gifted program以後,我就萬事大吉了。 那肯定可以不是這樣的。 而是更多的要能夠從我們加拿大本地的文化去吸取營養, 來重視這個孩子的其他的方面。 所以呢,就是能進入這個gifted program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那麼也不要放棄對孩子其他方面的這種成長。 那麼如果沒有進入這個program,也沒有關係。 那麼依然需要注重,就這一塊是不能丟的。 就是對社會的服務的意識,和對本地這個多元文化的尊重。 我覺得這兩點是不可以丟的。 因為這個丟了以後,才是我們華人孩子將來在這個加拿大立足的一個印商。 他們不能夠真正的融入主流社會。 我們真正的主流社會一定要有這兩個東西的。 第二,每個孩子呢,他的individuality都是不一樣的。 他都是個性化的。每個孩子都是這樣。 我們可以稍微做過父母的,或者說稍微有一點年紀的人。 你可以看他都是這樣。 所以呢,他們每個人都值得尊重。 我想講的一點就是什麼呢? 他們在這個成長的過程中啊,這個每個人的timing都是不同的。 有的孩子三歲,他就可以做那個很高級的代數了。 有的到了這個grade 12,他還搞不明白。 但是他現在搞不明白,不代表他將來搞不明白。 他現在搞明白的,他搞得很高深的。 並不代表他將來就可能搞得很高深。 這都是不同的概念。 教育他一定要是一個可持續的一種的一個過程。 所以呢,小孩子不管他是天父表現出來的很早,還是表現出來的很晚。 我們還是要去想一想,孔夫子講的話。 這個有教無類這個四個字,他背後的那個哲學理念。 就是每個孩子都是值得我們教育的。 每個孩子都是可教的。 他可能在每個年齡階段是不可教。 跟我們家長對著幹,那很逆反,對吧。 這個很正常的嘛,我們都看得到的。 他那個是,你把那個階段,你跟他一起去克服。 那個是他很suffering的那個時候,也是你作為家長, 或者作為老師是很suffering的一個階段。 但是你要跟他一起去成長,就是他的那個逆反是怎麼來的。 你要幫助他怎麼去化解。 然後讓他更smooth一點,去transit到一個能夠比較好的一個track上面去。 這個本身就是很重要的一個教育的原則。 然後呢,就是我們要有足夠的耐心。 是吧,你看哦,這小孩子到grade12,人家小孩都已經談著上大學什麼。 但是我的孩子怎麼跟他講,好像這腦子還沒有開蒙一樣。 你仍然不可以喪失對這孩子的信息了。 如果你的孩子被入選到gifted program, that's all right,對吧? That's something deserves your proud. 你應該去努力,應該幫助孩子更好的成長。 但是你沒必錄用進去, 你根本就不要把這個事情做一個很傷心的。 我是不是孩子受挫折,讓孩子有這種挫折感。 我就根本就沒有必要。 不管是不是入選。 那麼我們對社會的服務, 這種還有這個社會的情商, 都要把它發展出來。 這個networking skills, intelligence,都要把它發展出來。 這個才是他們將來人生成功的一個根本的爆炸。 究竟加拿大的功效為什麼要設立天才班呢? 我們請來前萬民福音堂執事會主席, 現任安省約克區教育局主席, 林敬浩,跟我們解釋一下。 其實這個gifter program, 是在約克區教育局和有些教育局, 都會有安排給到小朋友的。 這個是under special education的需要。 有些小朋友, 其實他們在學習的時候, 他們會對於探討性, 對於每一件事情, 他們所學習的curriculum的deaf, 他們需要更加多的認識, 去到想support他們自己多些。 他們其實對於在這個情況下, 當他們進入這個gifter program的時候, 在他們的興趣,能力, 那個passion, 進入的時候, 他們會深入一點, 去到學習每一個課題。 但我都要給家長知道, 就是給觀眾知道, 就是在普通班和天才班裡面, 其實天才班不是一個最理想的名稱來的。 這個gifter program, 就是對於這班特別 special needs 的小朋友, 多一個的指引給他們。 這個gifter program, 就不是說學多很多東西, 只不過是深入一點。 因為我們所有的教育局, 都是要跟隨安省教育法的curriculum。 還有家長絕對不應該去到, 不,我的小朋友是gifter class, 或者我的小朋友不是gifter class, 不是這樣看, 而是那個小朋友的需要在哪裏, 而讓他們有一個assessment, 他們進入了gifter class, 是一個option來的。 他也不是必須進入gifter class program的。 在同一個 context裡面, 那個gifter program有assessment的。 如果你是在藥客區裡面讀書的時候, 你去到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個很詳細的assessment, 加上可以選擇給小孩子去做這個assessment test。 那些是一些專業的心理治療師, 一些叫做CCAT, 是Canadian cognitive ability test, 是一個特別的測試。 就是小孩子是需要去到那個, 要參與, 跟著go through一個很 robust的測試assessment, 去幫助他們定斷他們, 跟他們是否符合那個special needs, 就是cert是否符合, 進入這個gifter program的criteria。 當他們做完這個task的時候, 他們就會收到一個學校administration, 給他們的update, 去到告訴他們知道, 到底他們是否適合, 或者是part or pass criteria, 跟著家長再去到決定。 還有那個gifter class, 不是每個學校都會提供的, 如果家長, 小孩子是pass到那個gifter test, special needs, 那個criteria的時候, 他們就可能要有一個長一點的traveling, 就是他們要travel去別的學校。 對於華人家長, 希望子女入讀天才班, 你有什麼建議呢? 我自己一個小朋友, 現在已經去到grade10了, 他是在一間中學中, 一個regular program, 我想要幫助華人家長, 可以去到self reflection, 我們想那個小朋友, 去到入某一個program的時候, 是不是那個program, 最good fit, 去那個小朋友, 他的生命裏面? 譬如我一定要那個小朋友, 入一個最出名的arts program的時候, 但他其實不喜歡畫畫的, 但你一定要去入一個arts program裡面, 對於那個小朋友很辛苦, 我在不同的場合裡面, 都公開去跟家長分享, 在一些workshop裡面, 其實你要知道, 你是你想那個小朋友入那個program, 還是那個小朋友本身, 都是有這樣的passion去入那個program, 我再重申, 就是這裡本身, 在養育區教育部裡面, 所有的curriculum, 在我們的regular track裡面, 那些老師都是非常用心去deliver 每一個curriculum的topic, 我反而會覺得, 家長那個involvement, 是應該透過, 不是在入program, 不能入到program, 而是, 在他們日常生活當中, 除了在那個school, 那個element裡面, 還有一個me, me是那個家長, 即是如果你沒有了me, 你只是要那個小朋友 入了某一個program, 而我沒有involvement的, 我是不理小朋友的學校 是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那反而是一個缺乏來的, 我會鼓勵, 多點跟那個班房的老師, 有一個緊密的溝通, 多點跟那個, 透過curriculum night, 透過家長日, 去到, 知道我自己的子女, 整個全人的well being, 我們講student achievement, 亦都講到他那個mental health, 這個是重要, 比我們新來的家長都要明白, 即是要, 因為我們好著, 即是加拿大有超過一半以上, 都不在加拿大出生, 我們在不同我們的homeland裡面, 來到加拿大, 即是其實我們自己固有在家庭來到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carry over, 一些的thought, 那我們進入了安省教育制度的時候, 我們有些東西可能要重新來, 還是重新思想回, 什麼是對於小朋友是最好的。 作為教育圖, 你對子女的教育, 有什麼期望呢? 都是一個弟兄, 我去分享的時候, 我自己會覺得, 天父給我們每一個家庭, 每一個小孩子都是獨特的, 都是天父所給我們的一個禮物來的, 我們要幫助他們走當行的路, 當中也都包括在他們那個學業, 那個academic裡面, 怎樣去幫助他們尋找天父, 給他們最好的天父, 即是那個gift, 那個gift不是單一在那個academic裡面發生, 它有一些好的virtual, 熟靈的果子啊, 忍耐啊, 恩慈啊, 信實啊, 良善啊, 這些都是重要的character, 我會去到鼓勵家長, 反而是重要, 是多些明白小孩子, 和多些跟小孩子討告, 講多些關於學校的事情, 問一下他們多些東西, 這樣就去到啟發他們, 在這個學習環境裡面, 有什麼可以最優秀的幫助到這些事情, 我自己也做過一個新移民, 三十幾年前, 其實我是一個, 當時叫做visa student, 現在就叫做international student, 都經歷過很多起起跌跌, 經歷過很多挑戰的, 那我鼓勵新來的家長啊, 家庭啊, 無論在不同地方來到的時候, 他們去到進入學校的時候, 最重要是參與, 參與學校, 參與school council, 明白多些這裡的教育制度, 以至到你懂得去到怎樣掌握到這裡的系統的時候, framework, 去到幫助我們自己的孩子在這裡, 習慣這裡的教育系統。 家有孩子讀天才班, 其實有苦有樂, 想知道他們的經歷, 大家可以上網加拿大《號角月報》的網站, 閱讀十一月的專題, 你想孩子讀天才班嗎? 幫助我們評判! 展坡